老師,我們到底為什麼要學微分? 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的好 其實很多同學內心也有講了一個同樣的問題 那麼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舉例好了 像是微分就可以幫我們去做一個極大極小的判斷 我們要很多的應用題都需要的是找尋相對的極大以及相對的極小 那麼微分可以替我們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微分很多的應用之中 像這個應用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應用之一 老師,那我知道了,我還是繼續努力好了 OK